欢迎光临建案场先看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陈佑璃 大家今天好吗 我是主持人周以昕 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到你这样讲话 是这样的发音 我觉得今天很不好 怎样你是想cosplay什么吗 我们今天是日系对不对 对啊 我已经cosplay成那个北川景子了 我要fire 要造型师 这完全不像好吗 看不出来 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这么日系 就是因为我们来到 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岸 叫做玉松骏 它可是日本的Panasonic集团 第一次在海外盖房子 在台湾就叫做松下营造 你讲到日本的来这边盖房子 我就想到其实台湾人 我们都很喜欢这种 日本制造的衣服 或是家电等等的 没想到现在连房子 都有日本制造的可以买 很酷吧 好啦除了今天这个预送区以外呢 我们节目还有很丰富的个案要介绍哦 接下来我们镜头移到这个林口区 要介绍在双语教学的国小旁边呢 有一个新案叫做联翔不染 但是我有染 谁想知道你有沒有染啊 我们只想知道我们两个没有染就好了好不好 我就想跟你有染下一位 分开 好啦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还会看到桃园巴德区的指标建案 桃大级的二期推案 没错就是桃大建设嘛 在那边一个很指标的建案 接下来可就厉害了哦 高雄的外景主持人建宇找来他的model朋友 Josui 要带我们逛这个亚洲新湾区 是女朋友吗 这个I don't know 人家已经结婚了啦 要逛这个亚洲新湾区 以及两个豪宅建案给你看 真的很扬眼 我跟你讲还有更扬眼的 我们节目最后一个影片最扬眼的周老师 小教师又要来咯 说穿了呢 其实我们整个节目呢 就是以美女贯穿 还不如改名叫美女抢先 看你觉得怎么样 今天就姑且称之为北川老师好了 Oh my god OK回到现场 玉松俊这个案子你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现在的空间还蛮大的嘛 食品屋 那么这个案子就是规划七十几平的 这个换物型的产品啦 那么更重要的是 潘大松的集团呢 它是采这个精装修胶物给你 哇塞 所以说是除了这个家具 然后家电跟饰品之外 就是直接看得到这些 通通都是由Panasonic 其他的都是用Panasonic的集团 就是帮你整个规划装修到好 对没错 像是隔间啊 这些都有付给你 那么对于日制的这个产品 有没有感到很好奇呢 我们先来透过VCR来介绍一下 玉松俊这个案子吧 请看 今天建案想先看来到新北市新庄区 城屋新案玉松俊 它由昆丰建设置地自建 并引进松下营造盖房 它也是Panasonic集团第一次在海外盖房子 全案呢仅21户 户户楼高3米6 那么采用Panasonic精装修胶屋 装滑费也让你省不少哦 那么那一庄还有两年的保固 我们一起去看看日本人的细心吧 玉松俊位于新庄复读星重画区 大马路第二排的昌德街 为住二用地镜像宅 未来四原路将有捷运环状线 基地镜昌德国小 这街即为旧市区 采买机能足够 单案建筑地上12楼 地下2楼 由建筑师郭续言设计 外观正面食材通顶 基地则采6千磅 水泥加强稳定 全案获绿建筑后选标章 移进门即为信箱空间 大厅即有物业助手 公设另有交易厅 阅览区等 空间宽阔十分开放 地板铺设白金黑花钢石 顶楼有空中花园 休闲设施不多 但全案施工严谨 无二次施工 保障消费者权益 社区共21户 采单层双并 库库楼高3米6并踩22.5公分的 中空楼板 清水区更以双层楼板 加强防水 首先从电梯走出来呢 就可以感受到 它一层一户的感觉 虽然说是双并 但中间不连通 属于小工的这个梯厅呢 都是专属给你用哦 要打造成像这样日式的造景也行 连这个可以放五十几双的鞋柜呢 都配给你哦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到70.06平A栋五楼 三加一房的食品屋 那么这个案子呢 Panasonic采金装修胶屋 现场你看到 除了家电家具以及摆饰之外 全部都是标准配备 现在呢 记者来到房屋的正中央 可以看到公共空间 其实还蛮辽阔的哦 那么右后方呢 就有一间嘉义的房间 像这样卧榻 下面可以规划成收纳 其实空间很不错利用 那么再过来呢 这里是客厅 如果你不需要这间小房间的话 其实客厅整个面宽达七米 而且是双面采光哦 那么客厅旁边呢 就是餐厅的空间 餐厅的右餐空间 你要摆什么形状的餐桌 隆随便移 餐厅房有淋浴间 厕所分开的浴室卫浴 皆为Panasonic品牌 庄导台后方的厨房 附设里内三机等配备 后阳台面宽达两米 十分宽阔 后门通往逃生梯 及工作电梯 至于主卧 开大面窗采光 卫浴有附设浴缸给你 连络水孔设备都相当精致 从瑞典进口的哦 最后 位于客厅后面呢 这里有一个面宽还蛮宽的阳台 你这个案子呢 户户都有前后阳台 尤其是它踩一个错落式的 最部分不别的阳台呢 它挑高六七米 窗外呢 刚好面对是对面大楼的钟情 还蛮有FU的哦 你可能会好奇 精装修还包含什么呢 像是中导系统柜体等 房间的海岛型奈米超奈摩地板 以及橱柜 日本YKK气密窗 全市8加8厘米的LOWE玻璃 以及客厅主卧采用的 硅枣土白墙 全市也都失做了防水哦 个案缺点为总价较高 约4000到5000万元 客群较局限 且附近目前上无捷运 需自备交通工具 不过 开在Sony集团与日本盖的房 在板神大地震时 维持零存损零半损 郁松俊本身呢也十分有特色 想要100%日本制造的房子就在这儿 周以馨 周智昌 在新装复读星采访报导 回到现场啦 其实我们是从电梯这样走出来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那感觉好奇怪 是不是有种拥有这里的感觉 因为怎么鞋柜坐在电梯口啊 这是什么状况啊 因为这里呢 它原来是 像我刚刚影片里面有讲过嘛 它是单层两户 但是 因为这里的梯厅不连通 所以这里其实本来是公共空间 但是现在属于你在用 因为梯厅不连通就有点像是一层一户 对不对 小工就属于你在用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你在用的话 这样说 诶 我没有付这里的钱 但是却是我在用 那我就占到 有了你也是那个公社的钱啊 哦 只有付公社的钱 就是那个算起来是这样没错 那很划算的 而且呢 不错 从梯厅这边走过来呢 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到阳台 这是阳台还是露天风雨啊 哎呦 你最好是给我在那边泡温泉 泡到对面的人看 等我身材练好就可以 好不好 来我们赶快走进这个大门里面 这一户是78坪的食品屋 诶 这个78坪的食品屋啊 规划起来 什么都非常的澎湃非常的大气 而且加上呢 他的楼高是3米6 可是他因为他用装空楼板 他就扣掉一点点 不过还是看起来非常的高 我跟你讲 你光看后面的实景就知道了 对 诶 他可以规划一个这个轻石区 然后一个中导 然后再规划一个热炒区 后面还有一个超大的后阳台 面宽两米的阳台 几乎每个阳台 后阳台的面宽都两米 后阳台规划两米 哇塞 这些装非常多东西耶 对 而且我刚刚你像金装修啊 我刚刚有提到对不对 对 这个也是附的啊 所以除了家电 家具 然后一些小的食品之外 那当然要自己买OK 其他都有 就是你看到这个中导也有 像是这种系统的这种 对 柜子这些都有哦 对对对 哇塞 真的很划算耶 对吧 很方便 好 我们离开了这个厨房的区域呢 接下来这一整块都是餐厅与客厅的空间 也很大你知道吗 整个大面窗开窗 嗚 对 采光很好啦 采光非常好 而且我们先看到的是这个餐厅的空间 你看餐厅 它现在虽然才摆 它已经摆到这个八人座的这个餐桌了 可是你看空间还有这么多耶 旁边就是阳台啊 超多的啊 吃饱出去走走 怎么规划都可以 而且你看到后面一整排的窗户 真的 哇塞 这个尺寸的话 我觉得宽度应该至少超过5米以上 而且都是用这个YKA气密床 还有LOWE玻璃 所以比较不会吵 格级上面是非常的OK的 整个很安静 而且我们又是算是镜像宅啦 就这个案子 好 那我们再往内走 这个就是客厅的部分了嘛 那其实客厅跟餐厅 简单来说 它是没有什么规划 没有什么区隔 你可以把这么大一片的沙发 要摆在这里随便你 哇塞 那你这样电视的纸 要买投影的才够了 也是 也不错 可是我跟你讲 电视墙后面也有玄机 对不对 它那边有规划成一间 算是休闲室 所以它 是有休闲室吗 它其实里面是不是也有附一个类似像床的东西 里面如果你想要自己装潢的话 你可以用一种拉床的概念 有没有 所以也可以做成一个空间 一个房间了 就打完旗 然后开始室在旁边一直睡 好啦 如果这个麻将咖 有没有 就是钱都输光了 OK你 我今天晚上见你 但你钱都要缴喔 好不好 睡在那张床上 其实蛮舒服的啦 好牵揍喔 好啦 走到里面一点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私领域的空间 那私领域的空间 我们先看到左手边的部分呢 是公用的卫浴 对 然后我们身后的这边呢 是 是一间次卧 次卧 有开窗的次卧 它是面大马路 可是因为它 我刚刚说过 它是亲密窗嘛 然后这些 所以它的隔音非常好 我们站在这边 几乎没有什么听到车身啦 而且呢 我刚刚有发现一个很不错的 怎么说 里面连电视孔 什么都给你签好了 你知道吗 很贴心欸 没办 次卧也可以享受 房间里面有电视的奢侈享受 来我们再往这个 竹卧的部分来看好不好 竹卧的部分啊 走到竹卧也很大 而且我觉得竹卧有一个优点就是 它旁边这边 就是直接面对国小的景观 算是一个永久的动剧 而且前方的建物呢 目前都还没有要盖 所以我现在就看到 如果我小朋友在那边读书 看到他下课了 就哈 等一下 谁准你那个签男朋友的 你这个爸爸很严欸 你要小心一点 那个坏人 好啦 那这个主卧呢 它旁边也有规划一个小的更衣室 还有这一间食品屋是一个双面盆 不过不一定每间都是这样啦 也是看你的需求而定 我觉得算整体的规划 算是很奇妙的氛围 对不对 很赞欸 日本人就是有那个细心 你可以感觉到就是每个空间 它都规划的还不错 还蛮实用的啦 对 而且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一层一户的感觉 还在想那个对不对 对 因为一层一户很划算 外面也都可以用了 可以在那边搭帐篷 隐私性非常的够 没错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另外一个案子 它虽然不是像这种 单程单货的感觉 但是它也是很单纯的 双并的案子 它呢就是位于新北市领口区的 莲祥布冉这个案子 莲祥布冉这个案子啊 它的基地呢 距离这个领口的明星学区 没错 投湖国小很近哦 走路马上到 而且呢它附近有不少的公园 对啊 是什么富贵公园等等 很赞很赞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 诶 莲祥布冉这个案子 到底有哪些细节的规划呢 请看 现在借了想先看 带你来到新北市领口地区 在我后方的呢 就是这里的明星小学 投湖国小 投湖国小呢 它是采双语教学 所以不少家长呢 都在这边涉及 就为要让小孩来就读哦 所以周边的换物族群 其实市场还蛮足够的 今天我们带你看的呢 就是一个三房产品的案子 这个基地到底距离投湖国小有多近 我们请到了陪走小间 这样玉轩来告诉大家 嗨玉轩 嗨 大家好 我是玉轩 那我今天就来带大家 从投湖国小走到基地 来看到底有花多久时间吧 诶 其实我好像已经看到他们了 嗨玉轩 嗨 三婷 诶 你们走来真的还蛮快的 是的 从投湖国小走到基地位置 其实只需要花四分钟的时间哦 大概是四分钟 真的算是还蛮短的距离 对 没错 没错 因为这个基地呢 它就在投湖国小的附近 而且呢 它的时区当然就是投湖国小啦 我们可以从它的外观上面看到呢 它是由浅灰色的食材打造成 规划的是独栋建筑 里面呢是均值三房 42品的产品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 该案为文化三路二段211项属镜像住宅 从基地至投湖国小约300公尺 周边的绿地公园则有富贵森林公园 及汉林公园 修气机能充足 采乃则可置林口家乐福 但基地距离捷运机场线较远 大众运输交通就有稍显薄弱 从标准层平面可以看到 这个案子规划双拼设计 仅出人口单纯 虽然是双拼 但A1 A2户的平数和格局都不同哦 先带你看看A1户42.56平的食品屋 移进来42.56平的食品屋 这边它还做了一个小型的玄关 在我的后方就是客厅 在这边的单层楼高户户是3.2米 而一旁我们可以看到 它摆放了一个四人座餐桌 现在我们再来就是主卧的空间 这个主卧格局十分的方正 而且它还是踩落地窗 采光跟通风都还蛮好的 看了42.56平的客厅及主卧室 我们赶快请玉轩帮我们介绍42.16平的食品屋 和我们现在看的这间有什么不一样吧 哈啰玉轩 嗨 三婷 想必你刚刚在这间食品屋 已经研究了好一尾吧 你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这间食品屋有什么特别的提法吗 我还蛮喜欢这间42.16平的食品屋 它的客厅面宽有3米2 然后格局方正还有规划前阳台 那像这样的食品屋 你可以带我去了解一下其他格局的配置吗 当然可以啊 它的玄关旁边是厨房的空间 那厨房是规划双排橱柜 那门后方还有规划一个冰箱的空间 厨房规划独立空间 并且连接后阳台 油烟也比较不会肆意 但是厨房门跟冰箱空间在同一侧 可能稍影响动线 介意的民众可多留意哦 看完客厅厨房 接下来就要看42.16平的主卧 是怎样规划的 Santi你没有觉得这边有点特别 我觉得这里的空间很大 说真的如果一般主卧来讲的话 没错因为它这边面块有4米2 比客厅还要大 哇这里还有主卧的面块比客厅还要大 因为我刚刚真的还有发现 因为我们刚刚在楼上的主卧的部分 它外面是有迎接一个阳台 但是它这里是全部都是室内空间 然后踩的是低踩度的面窗 采光一样很好 可是室内的可以使用的屏数 还更大了一点 云轩那你看了这一间视频屋之后 你觉得这案子最特别的地方 是什么你比较喜欢的 看它的户户 卫浴都有开窗 然后呢它又都有规划前后阳台 我觉得这两个点还蛮吸引我的 虽然它是单层双拼 但是它A1户跟A2户呢 并不是一模一样的格局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这两间其实都可以来参考看看 林珊婷 廖玉轩 周智常采访报导 这个部导好像蛮Q的 很可爱耶 这应该是定制的吧 你不觉得有点像是 刚刚那个外景主持人的感觉吗 你不觉得这两个像 你是说在那边 嗨 玉轩 嗨 珊婷 明明是同事然后在那边 装什么不熟咧 我就想说很奇怪对不对 天天见面耶 效果还不错啦 对不对 我想两个人 然后就好像是双主播在介绍的建案 我觉得这个威力呢 是1加1大于2的 很会形容嘛 说到2呢 我们现在马上 接下来要看一个2字头的建案 镜头移到桃园市呢 我们要看一个八德区的建案 叫做桃大吉 大吉大利旺旺来 是取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么的吉利 不要那了呀 人家的吉是极限的吉啊 无极限的那个 也不是耶 对啊 反正这个案子呢 就是由这个知名的建商 陶大建设 以及知名的建筑师 李天夺设计的作品 哦 想 讲到这个李天夺的作品啊 大家想到就是 十分霸气的感觉 食材啊什么的 而且这个建案呢 它是采用美国的制震阻尼器 地震过后啊 我跟你讲 大家对于这种配备 跟这种设计啊 是特别的在乎哦 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建案的介绍 请看 刷洁的外观呢 请来了知名建筑师 李天夺设计 食材基座 砖墙部分呢 则是条码砖染成橄榄绿 呈现出沉稳的感觉 而一楼大厅的部分呢 则大气跳高10米 拳洞呢 使用了中空楼板 里面有13.5公分的保力龙球 楼板厚度为22.5公分 具有隔热跟隔音的效果 那保力龙球之间呢 形成了一个I形良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 会更加稳固的建筑 所以室内是不用用小柱来支撑的哦 那另外呢 建筑呢 采用非钢骨 采用的是钢筋 陶大吉呢 使用了闭合窟的工法 一般传统人工绑扎呢 会出现收变不同等问题 那加油机器呢 来定制一圈一圈套在钢筋上面 角度都会是一样的 也算是双重检验了外柱有无笔直 因为没有直的话呢 就套不上去啦 而在制针方面呢 使用的是 美国Terror Devices的航太制政主力器 刚刚有提到呢 陶大吉里面呢 收藏了许多艺术品 其实陶大吉基地前身呢 是一座商业城废墟 当时立霸公司呢 资金出现了问题 所以呢 百货公司变成泡沫一场 荒废了好几年 甚至还成为了 生存游戏玩家们的热爱据点 而之后呢 陶大建设 接手改造了此区 透过摄影 进入了这一连串的改变过程 那将其系列照片呢 命名为八德城 你可以看到呢 其中之一样的照片呢 BB蛋散落一地 就是当时生存游戏的痕迹啦 而这些照片呢 到时候也会放在 陶大吉的公共设施当作布置 陶大吉又分为一棋与二棋 目前一棋都已销售完毕 二棋又各分为四栋建筑 标准承接为单层四柄 户户三面采光 卫浴街有开窗喔 那我们就来去第五户看看吧 我们现在在第五户 57坪的样品屋 可以看到呢 客厅面宽约6米 旁边使用的是 低态度的大面窗 采光明亮 那在客厅过来呢 可以独立出一个 六人座的用餐空间 而餐厅旁边呢 就是厨房 厨房规划L字型 洗手槽的空间 宽度有90公分 让你洗漆晚来 就不会绑手绑脚了 另外呢 上方呢 是建商标配的 日本制省力制物栏 有做自证扣的设计 感应到地震的时候呢 它自己就会扣起来 东西就不会掉下来咯 另外呢 还有多与少的调节功能 就像脚踏车变速一样 让你拉东西 就可以很省力啦 另外呢 厨具方面呢 标配的是 凝妹的双口炉 跟凝妹的超薄型抽油烟机 另外呢 还有喜特利的落地烘碗机 而柜子方面呢 都有做缓冲脚链的设计 让你关东西的时候 就不会变变了啦 那旁边呢 还有附赠全期尺寸的烤箱哦 二丁五户规划三家一房格局 主卧令赴更衣室空间 主卧位于四件事 赴有储物镜 踩偷豆精英马桶 HansGorhe龙头 这条大集有兴趣的民众 不妨也来参观吧 还可以顺便欣赏 美丽的艺术品呢 黄庆涵 彭仁义采访报导 黄庆涵 彭仁义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 彭仁义采访报导 诶 刚看完影片啊 陶大吉的外观也太漂亮了吧 我喜欢那种 就是既有整体感又简单 可是又相对来说很精致 李添多的作品 果然不同凡响 对不对 而且它里面的配备也很赞 你喜欢什么 我刚看到里面这个全机尺寸的烤箱 太大了吧 简直是开趴等级用的 OK 你满脑子就是party烤鸡 你有没有再认真看见案 我是要强调说 它这个配备真的很赞 都是开趴等级的那种你知道吗 很赞的 这对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说可以享受不同的生活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移到一个区域呢 它可是里面都是豪宅 它的建材等级可是更是不简单 我跟你讲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高雄大名鼎鼎的亚洲新湾区 亚洲新湾区呢 里面规划了非常多的这种公共建设 等一下影片都会有介绍 而且外景主持人建宇 我们刚刚有提到 他今天超sweet 他带来他的model朋友思佳呢 他是觉得自己很sweet吧 哇 今天有美女陪伴 今天是sweet 好啦 今天思佳要陪我们逛建案逛区域 那我们现在马上加入他们 Let's go 哈哈哈哈 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高雄的亚洲新湾区 那这个地方呢 是高雄市这种吉利打造的一个区段 所有的公共建设几乎都集中在这里 而且呢 这边也有非常多的新房子可以介绍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请来我们的model朋友思佳 哈啰 我是思佳 对 他来跟我们一起去看看这边的新房子 嗯 Let's go 亚洲新湾区位于高雄市的西边 北七五福山路 南边则是凯旋寺路 东边到中华路 西侧就是高雄港 跨越前镇 林雅 前京和延城区 在我身后的呢 就是高雄市的图书总馆 那它也是亚洲新湾区的重大建设之一 而且呢 它是全台湾最大的地区型图书馆 最特别的是呢 它采用悬吊的结构 取代原本的梁柱 让整个空间呈现更开阔的感觉 我们现在看到的高雄展览馆呢 它是亚洲新湾区 第一个完工启用的重大建设 而且呢 它里面可以容纳一千五百个大小的摊商 也有包含两千人可以用的会议室 高雄目前呢 各种大型的展览 比如说像游艇展 车展 资讯展 通通都办在这里 取代已经完工的建设 接下来还有第一阶段经轨 最快今年中就可以正式营运 这边呢 则是港部离运中心的基地 那现在正在施工当中 预计最快呢 明年中就可以完工 它完工之后呢 可以同时容纳两艘 22.5万吨的大型游轮 同时有16000人可以在这个地方进出 我们现在呢 在河边 后面呢 就是海洋文化及流行音乐中心的位置 那预计呢 最快是明年可以完工 完工之后呢 它将会有数个 室内以及室外的大型表演空间 以后呢 要看演唱会就来这边 亚洲新湾区不只有公共建设 生活机能也超方便 不管是交通还是购物都很OK 像附近就有捷运三多商圈站 后面就是高雄大圆板和微秀影城 想采买的话 附近也有好市多高雄店 甚至家乐福 IKEA 可以说是应有进门 一开始有说到 亚洲新湾区的新建案呢 大多数是豪宅产品 像国宴呢 它就是高雄最知名的豪宅 那它规划一栋呢 地上43楼的摩天住宅 那开价最高每平100万元 是高雄最贵的豪宅 海洋地堡是知名建商 百利建设的作品 规划户户均值120平 是高雄市第一个拿到耐撑标章的建案 学生建设的副格也是大屏宅的豪宅 基地距离好市多高雄店 捷运红线施甲站超近 生活机能超方便 也有少数呢 像福茂园芳这样中间平宿的产品 甚至呢 它在一楼规划了安清室 那有管家秘书帮忙照顾 那也避免呢 父母下班回到家前 孩子独自在家发生危险 觉得新案实在太好 价格高攀不起吗 那也可以参考附近的中古屋 这个区段呢 附近有不少屋林近20年的大楼 以及郭宅产品 都非常热门 因为他们多数房价都在一字头 一字头啊 人家 是一字头的房价啊 虽然亚洲新安区内 还有些旧社区 接近不太一致 但建设力多支撑房价 还是先以许多民众抢劲 陈建宇 唐君威 林坤凯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